台湾世界展望会发起的红包传爱活动 募集了各界的助学健康平安希望等四种红包 就是要用来帮助更多弱势家庭以及儿童 而展望会在花莲有近千名被需要帮助的弱势个案 但目前仍有近500万元的缺口 希望各界能够发挥善心 踊跃响应 来自单亲家庭的小三 因为还有个年幼的妹妹要照顾 母亲平常只能零用闲暇打零工贴补家用 而一家屋口就借住在亲戚家的闲置老屋当中 但年久失修的铁皮屋顶却有严重的漏水问题 只要是风雨天 一家人在睡梦中也会被滴落的雨珠惊醒 每到冬天更因为负担不起桶中瓦斯费用 只能在厨房旁边接上水管洗人水澡 这种难以想象的条件却是不少人的日常生活 那这样的家庭其实在东部 我想整个在花莲 我们甚至都还有将近200多户的家庭有这样的需求 那特别是在年中的时候 我想我们在推动红包阐碍 这样的一个议题的一些倡导 无疑的是要呼吁社会大众再次来关注 东部的一些特况家庭的需要 那特别是在疫情的冲击以及疫情之后 其实我们看到这类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那这个红包我想透过掌握会的一些工作 可以把相关的一些补助跟服务 输送到这些特况家庭的孩子 跟他的家人的身上 我想不管是从居家生活改善 或者是急难的各种经济上的需要 我想红包尝碍这样的一个善举 我想是在这些家庭 特别是家庭在睡梦年中的时候 一个最大的支持 台湾世界展望会已经连续第六年募集传爱红包 就是希望在农历年前 可以募集到各界的助学 健康 平安 希望等四种红包 来帮助更多弱势家庭及儿童 而展望会在花莲就有近签名 继续被帮助的弱势个案 但目前却仍然有将近五百万元的资金缺口 希望各界能发挥善心 踊跃响应 记者 许立琴 修林香报道